全國 今週至少5種產品被召回 包括食品及美容品 多個產品今週被召回 以下是5種產品名單的物品 最新發出通知的是Chorus公司 他們在10月25日發出多種 PiSor牌子的香味清潔用品 因為有可能受到綠龍幹菌的污染 這種細菌會對免疫系統差的民眾 構成嚴重感染風險 不過健康人士通常就不會影響 消費者可以聯絡PiSor查詢 免費電話是855-378-4982 電郵是PiSorRecords at Emma.com 或者是登入網站PiSorRecord.com 以及PiSor.com 點擊Record Information 第二個召回的產品是Nexo巧克力脆片曲奇 Nexo USA在10月14日發出自願召回通告 涉及產品是有Forge Fueling的巧克力脆片曲奇 該公司的發言人向Newsweek周刊表示 他們在產品發現有PET塑膠物料 消費者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詳細資料 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加州時間早上6點到下午3點 聯絡Nexo USA電話是800-681-1676 第三種是Unilever的頭髮乾洗劑 Unilever公司在10月18日主動召回頭髮乾洗清潔劑 因為本的含量可能增加 本是一種致癌物質 可能會影響正常的細胞功能 第四種是Albert嬰兒奶粉 Albert公司發出主動召回通告 產品是2盎司裝的Ready to Fit Liquid Products 原因可能是出現食物變質 該公司稱涉及的一批產品 瓶蓋可能密封得不夠密實 導致食品變質 如果食用了變質的產品 可能會引起腸胃病 民眾可以檢查瓶底的生產批號 和Albert網站的資料對比 或者是致電800、986、8540查詢更多的詳情 第五種是Bob Evans Farms的意大利香腸 聯邦農業部11月21日宣布 主動召回Bob Evans Farms意大利香腸 因為有可能受到感染 該公司收到顧客的投訴 指產品裡有藍色的塑膠薄片 之後觸發召回 Bob Evans Farms的公司發言人指 污染的物品是即棄手套 消費者如果有任何疑問 可以聯絡Bob Evans Foods的傳訊總監 George Money 電話是440-463-3264 或者是電郵 george.money at bobevansfoods.com 天下惠事記者編輯報導 225部 325部 3262 225部